新竹市副理國中期盼已久的社建長官增建工程 終於要正式開工動土 讓不少在地方奔走的人都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 新竹市長高橫安表示 營建業物價水準不斷的上漲 市府團隊付出很大的努力 終於讓工程在今年九月順利決標 如果順利明年年底就可以落成啟用 為社建運動提供更好的訓練環境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聽取了大家的意見 那也包含了我們在地的許多的營造廠商 就他們實施的實務的經驗 給予我們許多的檢討 所以呢在經歷過兩次流標檢討會議之後 我們修正的這樣子一個新的設計 還有我們的規劃預算 終於在今天我們能夠成功的來開工 公務處表示這項工程會增設70米的射箭道 也會一併改善選手的訓練環境 另外像是電梯後續景觀工程部分 也都含刮在施工改善的範圍以內 後續進行的那個工程內容 主要是針對射箭廠 我們會新設一個70米的射箭道 那另外的話也會針對場館的部分 還有包括選手住宿空間的部分 去做後續的一個改善 那另外的話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本來有預定放後續的一個擴充工程 那這個部分包括了整個電梯跟包括後續的景觀工程的部分 都要納入到一起做考量 副理國中射箭隊頗富盛名 歷年來都培育出許多好手 也屢屢在國際比賽上發光發熱 甚至吸引國外選手前來副理國中培訓 新竹市教育處表示 未來也會持續的努力 提供副理國中更多的資源 以培養更多優秀傑出的射箭選手 教育處會從重點的這個項目裡面 來加強各方面的一個幫忙跟支持補助 那在這個部分裡面 只要我們 護理國中有提出哪一些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需求 我們會盡全力的來支持 這一個我們護理國中的射箭隊 我們很期盼 就是藉由這樣子的工程來增建之後 讓這個場域不只更擴大 而且更加的專業 大陸了科學儀器的運動協助的合作 可以讓我們的訓練更加的專業 那培育出更多的新竹之光跟台灣之光 看到改建工程動土最開心的人目過於 副理國中退休校長蔡惠佳 當初射箭隊就是在他手上創建 看到射箭運動一天天茁壯 蔡惠佳是比任何人都還要開心與感動 老師啊同學都很認真 今天才會這樣 所以我很高興今天能夠 有這樣的機會來 我雖然退休了 但是我余有榮源很感動 射箭隊從最初的走廊練習 到走上國際舞台 新竹市副理國中射箭館 在未來改建以後 相信可以培養更多優秀的好手 持續擦亮新竹市射箭運動的招牌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